导演郭敬明成为许多中国男演员粉丝要避免的名字 他的名字在许多粉丝圈中变得敏感 人们开始回避与他相关的话题 尤其是因为他近期的行为和言论引发了不满 最近导演郭敬明在中国热搜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这是因为他的古怪性格和好争辩的倾向 这些特点在他的言行中愈发显着 热搜主题是 郭敬明又惹是非了 我的大小姐 这一热搜主题凸显了郭敬明近期的行为 他的争议之举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和不满 郭敬明之前发布了电影《大梦归礼》 男主演侯明浩的照片 然而 后来他却删除了这些照片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生气的评论 引发了更多争议 评论内容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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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再发布了 你们家的帅哥最好 这一言论显示出郭敬明的情绪波动 而他删除照片后的言辞也令人不解 郭敬明还修改了多天前发布的关于男配角田家瑞的帖子 他强调自己发布的是原始照片 似乎想澄清一些误解 有博主认为 郭敬明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侯明浩的粉丝批停他发布的照片不够美 没有经过仔细编辑 但侯明浩的粉丝则表示 并没有批停任何照片 郭敬明的帖子下面都是赞美的评论 这一争议点使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显然 这位导演后来自编自导 然后却被指责是个坏人 尽管最近郭敬明和侯明浩都对此事进行了解释 以停息粉丝的不安 但仍然无法避免公众的负面猜测 很多人认为郭敬明的做法不够合理 他的行为和言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这使得网络用户普遍认为 大梦归礼 在首播时肯定会像之前的云之雨一样引起轰动 不久前 网民还注意到侯明浩的服装并不如田家瑞的服装丰富和精致 郭敬明以贬低主演而提拔配角而出名 田家瑞成了他的宠 难以避免受到偏袒 这一现象在电视剧云之雨中也曾发生过 经过争议不断 最终田家瑞成为了拥有最好角色设置和最好名声的人 当电视剧播出时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郭敬明自己 还对他的作品和参与演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中国男演员郭敬明的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他的争议性言行和情绪波动 已经成为了众多粉丝和网友们讨论的话题 甚至影响了他的声誉和作品 林兴和公众人物的言行和行为都会受到极大的关注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辞和举止 一个不慎的言论或行动 可能对自己和所参与的项目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沟通和解释对于解决争议至关重要 郭敬明和侯明浩的解释 虽然有助于停息粉丝的不安 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公众的负面猜测 因此 艺人和公众人物应该更加谨慎地选择自己的言辞和表达方式 以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我们应该意识到争议和负面情绪不仅会对个人产生影响 还会波及到其参与的项目和合作伙伴 因此 团队合作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在娱乐圈和社交媒体时代 我们都应该更加注重互相尊重和理解 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理性表达 避免过度扩大争议 以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和舆论环境 希望明星和公众人物能够从这些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更好地处理争议和舆论 以确保自己的声誉和作品不受不必要的损害